底下呢 我们要开始说一点 就是在这个 你看下边这个例子啊 我们要开始把Fetch和Redux 这个东西真正的连接在一起 那么连接在一起以前呢 我们要自己搭一个服务器 那么原先呢 我在讲阿迦克斯的时候 也搭过服务器 那么原来中的是够远 那这次呢 我们因为过一段时间 都会有新的技术出来 所以这次呢 我们用一个KOA2 来搭一个Node.js的一个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呢 我大概就简单说一下 我也不会把这个编码给大家讲 因为这个是后端的内容 这个不是前端的内容 所以来讲 它不属于React的一部分 只是因为我一会儿要 跟React要沟通的时候 那里边有一些代码要交代 否则你必须有这么个服务器 你没有这么个服务器 你没法用 所以来讲呢 我会把这东西起起来 并且大概跟大家简要 说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好 那么在这儿呢 我有一个叫做Server SERV2 Full 下滑线吧 Full008 好 然后这个Server的代码从哪来呢 就从我刚才这个小抄这边来 我把他考过来 好 拿过来了 拿过来以后呢 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眼 好吧 在哪里 在哪里 这出来了 好 打开 东西很简单 第一个来讲有一个Server Server.js 当然这也有Package的Json 那么里边他会下 有 KoA KoA BetterBody KoA Comboard KoA的Router 那么这里边我们会用到Router 一会我们也可以来整个的来来整个运行它 直接弄了点JS就可以 Webpack啊什么的 对 然后呢 先看这个 这个是启动的点 启动的点呢 首先这儿 require了一些东西 按照这个语法来讲呢 这个事实上来讲呢 就是大家要熟悉require这种语法 require跟input import和export有点区别啊 如果这个地方是require的话 对面要有一个models.export 其实这个东西在哪里 我们经常见呢 这个在这个里面我们经常见 你看model.export 然后require 他用的其实就是这套语法 这个其实是nodejs的语法 大家理解吧 这个是nodejs用的 import export 这个是es6的语法 那有些同学说 这为什么还不一样 它就是不一样 你就 你就学就完了 这个反正他俩 你都要知道 然后这个model.export是什么呢 是说当你去require 这样一个文件的时候 那么最后require 这个返回的东西 就是model.export 能理解吧 这句话说的很清楚 就是说比如你看 这是一个 webpack.config.js 当然其实webpack 在运行的时候会require它 require 的时候 那么返回的就是这个函数 看见了吗 因为这 这不是一个函数吗 这个函数会叠 然后这个函数 它在掉入那个函数的时候 会return这样一个object 能理解吧 反正这种事情呢 你看熟悉了也就OK了 反正在这儿呢 它先require koa rooter rooter body convert 然后呢 底下这个是正常使用koa 来启动一个server的典型的步骤 大家把它记住就行 第一个是let server等于newkoa new一个object new1这个object the.listen listen home 这是端口号 556 我写了 因为前面那是 我用的是555 所以这个556 然后呢 我会console.log一句 是server running at556 然后 这个东西完事以后 底下呢 我会server点use 因为它里面呢 其实用了一些 解偶的办法 所以就是你会看到koa里面到处use 那么它use里面呢 这个convert body 然后这个其实是 把upload的der 就是upload的那个文件的位置 放在.up的位置 这个就是.up的位置 就是一会儿它会有上传文件 我们有上传文件的工作 你如果上传文件的话呢 它服务器支持上传文件 你只要上传一次 它就会把文件先放到这个up 这个文件夹底下 然后再返回 告诉你有一个文件到了 并且它的文件名是什么 而且那个文件名字一定会改 因为不同的地方都可能上传 所以来讲 它那个文件名字 如果你缺程不设定的话 它会变成一个 gid或者uid类似的东西 就是它肯定是会来 不会冲突的 然后server.use 这个底下是async 这有一个渲染 这其实是一个 相应的这么一个响应函数 这不是渲染函数 这是一个响应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里面 有一个syntax和next next就是说 它会 就是 它会 等着就是运行 运行会返回 然后的话呢 这其实next在底下 是要进行一些操作的 如果 这个里面没有 出了错的话呢 那cx.body就变成OK 等于false error有这么一个东西 如果正确的话呢 该出什么 出什么 然后呢 在这let 这开始设定router 这是路由 然后在这个路由底下呢 router 因为这个router 最后一定会use到这个servor里面 这个东西都是按这个 按这个方式去 去那什么的话 你就按这个方式写就对了 这是他 就是等于是一个要求 或者是一个定义吧 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use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是路径 这个路径底下 它会require点 这个router 我们来看一下router router底下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到 他这首先 require 也require了其他东西 也生成了一个新的router 然后这个是要返回用的 那个数组 user 有id 有name 有age 这个大家看一下 然后的话 在router里面 第一个就是get的方法 如果你用get的方法 访问-ulst的话 那么我会给你返回这个东西 但是你在这看 它这个地方是-srequire点 所以后面的时候 其实会这个router 会把它串在这个-s-底下 也就是说 在这进去的这个东西 因为是挂载在这个底下的 所以他一会访问 他应该是-s-ulst 它有两层 不是一层 然后用get的方法 访问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它c包的ok等于true 同时把这个数组 给你返回去 也就是这里数据 有两部分 它是一个大的json 第一个是它是否ok 第二个是它的里面有data 然后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pose 就是我增加一个用户 如果增加一个用户的话呢 它会先把这个东西接进来 接进来以后 它判断 它判断你是否有id id必须有 然后id有的情况下呢 那么看一看 是不是存在 这个是点sum sum看一下 是不是里边 这个里边已有的某个id 跟这个id重复 如果重复的话 那我也不能让你加进来 因为id是不能重的 那么如果这个都没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会users点push 把它push进去 我这用了个pass int 为什么用pass int 因为这个过来变成字符串了 那么我要跟这边 让它是个整数保持一致 我用pass int pass它一下 然后呢 这个时候给一个 点body 等于ok 也就是这个 其实来讲 这个数组是服务器 只要不掉电的情况下 它在内存里边 一旦掉电 这个就又恢复原状了 所以这是服务器的 第二块的逻辑 第三块逻辑呢 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说如果你post掉了upfile的话 那么事实上来讲呢 它是把文件已经存进来了 这个时候呢 它会给你打印一下 ctsrequesterfiles files就是你上传 已经上传到这儿 本地以后 那个文件的地址 我会把这个地址给你打出来 然后呢 我给你返回一个ok 告诉你没问题 在require这个东西以后 它返回了root点 routers点routes 然后呢 那么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说在require的时候 是这样 require的时候 如果home是个index的话 就是连连连不 不写js 连那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再use它一下 那么大概的脉络 就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会看到说 它来了以后 反正支持这么三个东西 好 那么有了这三个东西以后呢 那么我们现在 把服务器初始化一下 所有的node 这个东西呢 它的初始化的方法 都是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cd.cd.cd.server 等会儿啊 runting not fun 我是不是烧烤东西了 administrator 不是不是这个 直接node的server 我看一下 这样应该能起来 这样就起来了 然后呢 它这给我 刚才那个wipack 打的不对啊 然后这儿 它有一个允许访问 它防火墙 提了个提了个形 然后这时 这个服务就起来了 起来以后呢 我怎么访问它呢 我们按刚才 那个localhost的 localhost呢 刚才端口号是5556 然后后面 如果你想get 那个userlist的话 是-s-ulst 出来了 这现在是个服务器啊 挂在一个服务器 反正你要 我就 这就是刚才那个json 你拿到这个json 以后你去pass 就ok了 那反正这三个 大概都是那 那两个是post的 那两个post的 就没法看了 所以这样就应该是可以 刚才这个地方 不要用wipack啊 这个这个这个 激活了啊 服务器是直接 用node.server.js 就可以 好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